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死一重伤 持刀的嫌犯当场被以色列的警察给击毙 不过因为嫌犯出身以色列阿拉伯社区 尽管还没有伊斯兰极端组织出面坦诚犯行 但以色列的官方初步来断定这是一起恐怖攻击 也紧急逮捕了嫌犯的家人要来厘清案情 这次新画面拍下歹徒行凶后和警察追逐扭打 随后现场传来枪声 歹徒被远警开箱击毙 一旁逃过死劫的消费者在商场外相拥而泣 因为这场商场内的随机攻击 有两万军人被持刀歹徒攻击 一死一送一 在攻击事件后 以色列警方也立刻前往阿拉伯社区纳哈夫城 并且逮捕嫌犯的家人 原来以色列警方初步研判这是场恐怖攻击 所以逮捕嫌犯家人要进一步厘清案情 直到目前为止除了伊斯兰的圣战组织称赞这次是英勇行动 还没有任何组织出面承认犯行 其实以色列北部就和黎巴嫩接壤 在加萨冲突爆发后 这里的气氛持续紧张 黎巴嫩农民这几天还冒险回到边界附近挖掘农地 他们把挖起的土壤送到实验室检验 希望能证明以色列非法使用白铃弹攻击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四级飓风贝罗在横扫了江勒比海三个国家之后 他又扫过了第四个国家亚买加 不管是亚买加当地的媒体还是CNN特派记者 外出连线真的都被风吹得东倒西歪 这是因为贝罗的风速已经达到了每小时208公里 相当于16级的风 而就连亚买加岛上的电线杆 也都被强风吹到岛城了一排 小船在大西洋上被巨浪吹得摇摇晃晃 就像在坐云霄飞车一样 这是美国国家海洋级大气总署NOAA的无人船 他们出海直击四级飓风贝罗掀起近7公尺的巨浪 摇摇晃晃的不只有大海中的无人船 还有这位亚买加记者 他穿着雨衣在亚买加度假胜地 东波特兰的狂风暴雨中连线 至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派驻亚买加的记者 则被风吹到连话都说不清楚 可以看到画面中的记者 连战都站不稳 就连麦克风收的音也全是风声 后面的路数也被强风吹到快倒下 四级飓风贝罗带着最大每小时208公里 相当于16级飓风的风力 横扫亚买加 就连当地的电线杆也被风给吹歪 看起来就快撑不住 亚买加总理也对沿岸地区下达紧急撤离令 尽管贝罗已经从五级飓风减弱为四级 不过还是在加勒比海地区 造成至少9人死亡 而且接下来贝罗还将往墨西哥前进 还好美国专家认为 贝罗抵达德州南部时 可能会减弱为热带风暴 降低对美国本土的破坏 体育别新闻综合报道 大陆湖南省的岳阳县平江市 现在遭遇的是史上最严重的洪灾 有媒体大楼被洪水给淹没了 包括记者主持人 全部被迫要搭上救生艇来撤离 另外是隔壁的湖北 也是一个灾情惨重 监视器的画面拍下是有洪水 把好几名的社区居民 通通冲进了地下停车场 路边一辆车经过 激起超强浪花 竟然就这样 把好几个人冲进地下停车场 湖北省重阳县近期被暴雨侵袭 这处社区的一楼和地下楼层 全被大水吞没 这处社区的车辆和一楼店家 全被泡在水中 幸好这两天雨势趋缓 终于能展开灾后重建 同样凄惨的 还有临近的湖南省岳阳县平江市 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 持续时间最长 强度最大 雨量最多的没雨季 流津平江市的密罗江 水位创70年来新高 就连报导灾情的记者 都无法幸免于难 记者坚守岗位 搭上救生艇前的这段报道 冲上大陆热搜话题 其他媒体记者 前往平江县荣媒体中心 发现当地地势低洼 洪水退去后 留下满地泥泥 一楼大厅正在冲水清淤 不止电子闸门泡汤 小型展演厅 同样陷入一片漆黑 观众席的座位都泡过水 急待清理 工厂受到停水交通受阻 通信中断等方面影响 目前是停工的状态 预计至少停工五天 湖南岳阳平江县 被称为中国辣条之乡 大陆知名零嘴品牌 麻辣王子也被迫停工 爱吃辣条的消费者 担心存货断吹 成了洪水下的另类灾情 TV别新闻综合报道 趁着上回的峰会 在中亚国家哈萨克来召开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俄罗斯总统普钦 是两个月内他们又第二度来碰面了 习近平表示的是将会团结 全球南方防止新冷战的一个发生 普钦方面也强调的是中俄方面 要来继续加强全面的战略合作 反对外部干涉 俄罗斯总统普钦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两人在两个月内第二度会面 不怕欧美制裁 普钦表示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正处于史上最好的时期 为维护两国正当权益 捍卫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做出努力 两人碰面的场合 是正在哈萨克举办的上海合作组织年度峰会 这个由中国大陆 俄罗斯 印度 伊朗 巴基斯坦 哈萨克等国家组成的非西方大型组织 历史超过23年 是对抗西方世界的重要舞台 美国CNN报道 由于支持俄罗斯攻打乌克兰的白俄罗斯 将加入上河组织 代表中俄有意将上河组织 从反恐反极端主义的区域安全定位 转型为地缘政治的制衡角色 趁着上河峰会召开 习近平造访中亚国家哈萨克 由于哈萨克是天然气 石油和矿产主要出口国 中国大陆透过一带一路 深化中亚经贸 同时输出自家锋利 太阳能和5G技术等设备 可谓互蒙其力 但与此同时 习近平不只拉拢中亚 与俄罗斯交好 跟在南海问题上 水火不容的菲律宾 也要试图融兵 7月2号 大陆外交部副部长陈晓东 与菲律宾外长 在马尼拉召开南海问题 双边磋商机制 第九次会议 要在南海争议上 划好界线 慎防擦枪走火 TV别新闻综合报道 伊朗的改革派候选人 佩泽什坚 和极端保守派的候选人 贾利利 在上周的总统大选 第一轮投票当中 是领先的 由于没有任何的候选人 获得超过五成的一个选票 所以第二轮的选举 将会在5号来举行 伊朗是6100万合格的选民 当中只有40% 他们参与了第一轮的投票 这是自1979年 伊斯兰革命以来 投票率最低的一次总统选举 现在伊朗最高领袖 哈米尼 三号的时候就透过了 国营电视台来表示 这史上最低的一个首轮 投票率并不是反抗体制的行为 不过他也强调 第二轮的总统选举 非常的重要 呼吁选民要踊跃的出门投票 而美国民主党内部 对于总统拜登辩论后的 焦虑持续的延烧当中 为了要抚平党内的换败声浪 拜登在白宫会见了 25位的民主党籍州长 也向竞选团队来保证 他会参选到底 只是根据了纽约时报的最新民调 辩论后将近一个星期 拜登落后川普的差距 已经扩大到了六个百分点 为了证明自己还行 完全可以继续挑大梁 美国总统拜登三号 在白宫会见25名民主党籍州长 试图抚平辩论后的换败声浪 同一天拜登还致电给竞选团队 向他们保证自己不会离开选战 白宫也一口同声 再度强调拜登不退选 只是白宫护航拜登说 他是因为时差和疲劳 影响辩论表现 CNN记者在新闻中却这样回应 白宫的护航有没有效果 纽约时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辩论后有49%的选民挺川普 比一周前增加三个百分点 让拜登已经落后川普达到六个百分点 另外有74%的选民认为 拜登年纪太大 当着有59%是民主党支持者 至于路透社则说 如果拜登退选第一替代人选 恐怕就是副总统贺锦丽 尽管如此 辩论后贺锦丽不止引力捍卫拜登的行动 也持续跟拜登一同抨击川普是罪犯 然而CNN发现 由于川敗两人闹翻天 有四成五的美国人 在7月4号国庆日这一天 对自己的国家无法感到自豪 TBBS新闻综合报道 英国大选投票即将要登场了 现任的首相苏纳克和他率领的保守党 选情真的越来越不妙 因为包括了金融时报和经济学人 这两家英国的财经媒体 还有以蓝领为主的太阳报 现在都跳出来 他们力挺工党 还有民调认为了保守党的席次 可能没有办法破败 工党也可能会写下 党史上最高纪录的一个议席记录 英国大选投票就要登场 首相苏纳克在选前最后一天 选择探访英国南部小学 还对家长喊话 如果想多留点钱养家 就投保守党 而非主张加税的工党 但大选风向似乎显示 保守党恐怕大势已去 苏纳克被形容连任几率 比贝雷打中两次还低 不只会成为保守党 14年执政来的末代首相 还可能输掉自己选区 保守党打工党加税 恐吓牌催票 不过现在连两大财经媒体 金融时报和经济学人 都出来为工党背书 更不用说 主要读者都是蓝领阶级的太阳报 这次也坚定支持工党 种种迹象都显示 保守党在这次大选 席次可能不到百席 反观工党有机会挑战 当时上最多席次 英国最新民调也显示 72%的选民不爱苏纳克 尽管他们也不喜欢工党领袖 施塔默 这场大选唯一赢家 可能只有政治赌客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排审的是 选霸法的修正草案 民进党团发出甲级动员 一早就霸占了主席台 赵伟高金素媒 他抱病 喊破喉咙了 宣布开会 但国民党立委这个时候 许晓星就发现了 民进党立委张红路 抢走了议事路 随后呢 他就和王美会展开肉搏战 而徐晓星一度是被推倒在了椅子上 国民党立委徐晓星 一人对杠民进党立委们 更与立委王美会互推拉扯 王美会双手扣住徐晓星的脖子 急到墙边 直接把人压制在椅子上 却因为徐晓星指控王美会出手 攻击议事人员 为了助攻同党好友 指控张红路抢劫 有画面会说话 议事人员议事路念到一半 张红路快手直接抽走纸张 因为民进党认为会议无效 加上拿的麦克风是国民党版 人将聚获 但赵伟高金素媒 报警扯破喉咙 高喊这句 双方在笔声量 民进党口号狂喊三十分钟 没停下 毕竟一早七点半 就霸占主席台突袭 不让国民党顺利审查提高 选霸法门槛 里头吵哄哄 走廊火药味也很浓 两人走廊上相逢 副困记跟部长存枪舌债 民进党立委赶紧出来救援 即使没办法讨论 不免也要酸蓝营 更开启这玩笑 收法未开始 朝野不相让 官员也抢话语权 TV位兄弟同志云轩 台北长报道 好马上带您掌握的是 美国的最新动态 美国国土安全部呢 是表示上周末将116名 试图要非法入境的 中国公民 驱逐出境 遣返回中国 这是美国2018年以来 首次使用了大型包机 遣返中国的非法入境者 自从拜登签署了 移民禁令之后 已经有120多架的 国际遣返航班 飞往了20多个国家 德州的联邦众议员 杜盖特是开出了第一枪 他发了声明 公开呼吁拜登总统呢 来做出一个痛苦 且困难的抉择 就是退选 而缅因州的联邦众议员 高登在媒体投书上头 也跟进 恐怕会让拜登的选情 是雪上加霜 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幕僚 表示了川普如果当选 将会测试总统权力的界限 包括了递解无证的移民 另外是以效忠者来取代 现任的雇员以及官员 利用司法部门来对抗政敌 并且赦免国会暴乱分子等等 科罗拉多州20岁的 亚裔男子菲凯特 菲凯文在16岁时 不满手机被偷 他追踪定位之后 用汽油来纵火泄愤 导致根本跟这个弃案没有关系的 一户移民家庭5个人死亡 是三名纵火犯中最晚认罪的一个人 他被判处的是60年的徒刑 一向超过了50万人参加长达30年 大规模研究 发现食用过量的超加工食品 可能会减少10%以上的寿命 专家提醒了 加工肉品以及软性的饮料 是死亡风险当中最高的 两种超加工食品 以上的讯息是由美国世界日报所提供 全球第一线 线上市德州州立大学 翁吕中副教授 教授好 主观主播考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教授我们看到在美国大选的首轮辩论之后 民主党真的好焦虑 现在有一项民调显示的是 如果前第一夫人密雪尔欧巴马来迎战川普 那么两个人支持度大概是50%跟39% 那么密雪尔应该是唯一能够大胜川普的人选 所以要请教教授了 就算民调这样显示 但密雪尔真的有可能要上阵吗 这个可能性要请教您 是的 首先我们看到有这样的民调 基本上就反映出来 民主党内部有多么的焦虑了 因为在第一次辩论之后 其实明眼都看得出来 其实两位总统候选人恐怕年纪都确实是一个担忧 而拜登总统 现任的拜登总统 他自己也承认在辩论的舞台上表现并不理想 那接下来 民主党内就有不同的这种猜想 到底有没有其他的机会 能够有胜利的可能 但是同时呢 又能够让这个民主党的绅士大正 所以大家都会想到在民主党内 很受欢迎的前第一夫人米歇奥巴马 可是我们必须要从几个面向来看 第一个是从制度上来说 其实民主党到目前为止 已经把初选都已经走完了 也就是说 如果现在按照初选完全已经结束的情况之下 贸然的把拜登总统 现任总统拜登 将拜登总统这个候选资格来做撤换 其实这第一次不符合制度 再来呢 其实在面子上面恐怕不仅是伤了 这个拜登总统的面子 也伤了民主党的颜面 那可能很多人会说 在民主之前 在美国民主之前呢 个人的面子是小 但是我们就回到个人的意愿来说 米歇奥巴马其实多次的表达 他自己并没有参选的意愿 事实上在上一次 也就是在上一次的选举 2020年的选举之前 当时就有非常多人 希望米歇奥巴马能够出来参选 甚至有支持者为他成立了 所谓的政治行动委员会 都已经打算要开始进行募款 但是米歇奥巴马看起来呢 自己的意愿是非常低的 那最后呢 我们还是要强调 其实理想跟现实 还是有蛮大的差距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对于拜登总统的表现 不是很理想 而感到担忧 所以米歇奥巴马在民主党内的支持度 确实是非常高 可是这是在一个想象的 就是说良好的印象当中 如果真的 米歇奥巴马成为政治人物 成为政治上面的候选人的时候 恐怕他要面临的炮火 或者是面临的考验会更多 尤其我们知道 现在的国际局势如此的混乱 米歇奥巴马虽然有良好的形象 但是毕竟他的第一夫人良好的形象 是建构在包括他在美国国内 推广所谓的健康饮食 以及国内的内政 照顾孩童的问题上面 确实给他了很好的 很好的印象 可是这些印象 如果真的让米歇奥巴马推上了总统候选人的位置 他能不能够接受所谓的国防外交等等议题的试炼 这也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现实跟理想之间 其实还是有一点差距 光从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点来说 恐怕米歇奥巴马要能够取代拜登 来代表民主党参选的可能性就确实是不高的 那当然我们还是要强调 目前在第一次的总统辩论之后 民主党内很显然的是遇到了一个显著的乱流 这个乱流拜登总统可能要加把劲 赶快的在尽快的最短的时间内 能够重新站好他的脚步 目前可以看到他的动作非常多 一般预料在7月结束之前 拜登总统必须要重振旗鼓 而且幕僚团队恐怕也要必须要赶快的去思考 接下来在这一段时间之内 怎么样能够透过各种的舞台 透过各种的这种演讲的形式 或者是怎么样的专访的形式 让民众重新把拜登总统在辩论会上面 可能展现的稍微年长的这种缺憾 能够补上来 那当然这就考验了竞选幕僚团队 以及最重要的是拜登总统 他自己是不是能够体力上 或者是精力上能不能附和 不过话说回来 我们看到美国的选举走到现在这个样子 必须要靠着各种的 可能舞台上的操作 或者是政治印象的扭转 可以想见的 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美国的选民 对于美国自己的民主 也开始出现了失望的感受 这一点是我们后续在台湾 太平洋的彼岸可以观察的重点了 好 另外是美国前总统川普 他还一再声称说 自己可以很迅速来终结乌尔战争 那对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就表示 那你如果真的有办法 就不要等到11月总统大选之后才说嘛 那另外泽伦斯基又呼吁了 北约领导人解除乌克兰 使用西方军援武器的一个限制 那教授您怎么来看呢 因为这个解除的限制可能性高吗 还有美国是再度均援了752亿的台币 这个金额真的够吗 是 我们看到几个问题 基本上就是泽伦斯基抛出来 就是希望美国能够继续的支持 那当然他的喊话的对象 现在看起来好像是针对川普而来 但是其实我们刚刚提到 中安主播提到的 泽伦斯基在针对北约组织 特别讲说希望北约能够放宽 他们在提供乌克兰使用的武器上面 所设下的种种的限制 其实对北约的喊话某种程度 基本上也是对美国来喊话 因为如果美国在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最多的这个盟国 美国没有放宽 他在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的这种武器上面 射程范围的限制 北约当然也不会跟进 那我们就来看美国现在到底态度是如何 其实就在这个礼拜二 美国的众议院国防委员会 国防外交委员会有特别针对 是不是要放宽给乌克兰的武器 在射程上面给他这个限制的放宽 让乌克兰能够按照国会议员的说法 他们支持者是认为 应该要让乌克兰能够打一场 他们可以放手去打的仗 而不是担心美国可能会被涉入到 所谓的乌俄战争当中 之所以拜登政府不愿意去放宽 这种射程限制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拜登总统认为 拜登的团队认为 如果放宽的射程限制 某种程度会被俄罗斯的普丁 认为是直接的参与了战争 甚至可能会造成 美国也必须要参战 这是拜登政府一直以来 可能设下重重限制的原因 可是我们看到过去这两年多以来 其实美国政府给乌克兰的援助 从一开始很多项目都不愿意给 后来逐步的放宽 他当然是回应了 包括了来自欧洲的压力 还有来自美国国内 尤其是共和党 一直都认为拜登政府对于乌俄战争 投入的不够积极 导致乌俄战争 没有办法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那现在看起来 如果有国会的支持 拜登总统在 或者是拜登的政府 要在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的武器上面 放宽限制 机会确实是比上升当中 只要美国放宽的 可想而知的是 北约大概也没有太多的界限 没有太多的界地 大概也会跟着放宽 但是反过来说 当武器的限制放宽了 乌克兰真的可以打 所谓的自己决定的战争 它代表的恐怕也是 乌俄的战场上面 会出现下一波的 更激烈的战斗 那当然可能有一些 政治上面的后果 或者是军事上面的后果 或许乌俄双方都要来承担 再者呢 我们来也提案的 就是因为在乌俄战场上 结果还是悬而未决 所以我们才会关注 美国在11月之后 到底会不会延续的 现在对乌克兰的支持 尤其在辩论会上面 我们都看到了 川普前总统看起来 对于乌克兰的战争 有他自己的想法 所谓的想法 就是他强调 在他上任之后呢 乌俄战争可以立刻得到解除 泽伦斯基听到这样的话 当然会跳出来做一些反应 要求川普来做一个完整的说明 可是以现在的大选的情况来说 美国的前总统川普 恐怕所操纵的 或者是所要呈现的印象 是他有能力来解决问题 但是有这个能力的印象 不代表现在就要提出方案 因此我们可以判定 泽伦斯基跟川普 是不是能够见面 是不是能够对话 其实某种程度取决于 川普的团队 认为这样的对话 这样的见面 对于选战 对于选情有没有帮助 事实上同样拜登的团队 现在也在考量的 乌尔战争 对于现在在国内的选群 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换句话说 乌尔战争在今年2024年 对于美国国内的政治人物来说 恐怕更多的是选举的考量 而不是真的战场上的算计了 而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 预计7月的下旬 就会前往美国来进行访问 会在华府和美国总统拜登来会面 并且也向美国的国会发表谈话 要请教教授了 纳坦雅胡这一次出访 他可能打什么样的算盘 真的能够缓和跟拜登政府之间的 一个紧张关系吗 是的 其实苏安主播的问题问得很重要 重要就在于说 纳坦雅胡到底是不是来缓和 跟拜登政府的关系 当然表面上肯定是希望能够稍微 缓和跟美国整个的关系 因为美国在以它冲突发生之后 当然从去年10月7号开始 是表达了比较强的支持 甚至拜登总统也自己造访了 以色列跟纳坦雅胡 当时在10月份的时候 还是非常的紧密的结合 但是随着战事的演变 包括了对于巴勒斯坦的这种地区 可能巴勒斯坦人民 所受到的战火的伤害 导致美国国内的民调 或者是美国的民意 以及世界的民意 开始出现了转向 也改变了美国拜登团队 现在对于加萨地区的一个观察跟态度 所以我们说纳坦雅胡来到了美国 基本上它有几个面向 第一个是政治上的考量 然后再来就是军事上的考量 先说简单的部分就是军事的考量 纳坦雅胡毫无疑问的 希望这一次的造访美国 可以得到美国在武器上面 本来终止交付以色列 希望在军事上面 可以得到美国的援助 当然它的军事援助可能想的更多的是 如果美国能够给予军事设施的援助 不见得是要攻击在加萨走廊 不见得是要处理加萨走廊的战事 而是我们知道 最近以色列跟黎巴嫩之间的真主党在北部 其实可能需要的军事援助更多 因此我们说纳坦雅胡造访美国 基本上在军事上面 当然是希望可以跟美国好好的谈 然后希望美国可以给予更多的军事援助 让以色列更有底气来面对 他现在要处理的战争问题 再来在政治上 我们也会看到的是 纳坦雅胡跟拜登总统 到底会不会见面 包括了美国的民主党的政府 白宫的发言人 对于要不要见纳坦雅胡 面对记者的提问的时候 他表达的是异常的低调 从这个低调的反应 所谓的低调是说 白宫的发言人强调 纳坦雅胡到华府来 甚至是到国会山庄来进行演说 很自然而然的 可能就会见到总统 这个跟高调的强调 拜登总统将会跟纳坦雅胡 进行正式的会谈 是有很大的差别 当然后续还有什么样的发展 可能我们可以再观察 但是至少在现阶段的回应 可以看得出来 拜登政府在针对 要不要公开的来跟纳坦雅胡 来进行会面 表达对于以色列的支持 现在可能内部正在盘算的 又是今年选举的问题了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拜登政府 对于以色列表达强烈的支持 很有可能让拜登总统 更加的流失 所谓的年轻世代 尤其是民主党 有非常多的年轻选民 他们透过大学校园当中的抗争 就在不久之前我们看到的 透过大学校园的抗争 一直在呼吁 要正视巴勒斯坦的问题 所以纳坦雅胡 这一次的造访美国 拜登总统他现在在盘算的 恐怕他的团队在盘算的是 如果建了纳坦雅胡 会不会流失巴勒斯坦 支持巴勒斯坦的年轻世代的选票 而还有的就是在摇摆州 包括了在密西根州 威斯康辛州 这些州都有不少的 所谓的巴勒斯坦的移民 这些关键的摇摆州 真的是牵一把动全身 对于拜登的选情来说 可以说是异常的重要 因此建纳坦雅胡 或不建纳坦雅胡 如何建高调建低调建 现在恐怕也是盘算的重点 而纳坦雅胡当然也知道 美国总统选举对于拜登有多重要 所以可想而知的是 他这次的造访美国 大概也会做一些 对于美国总统大选 一些沙盘的推演 甚至是因此提出一些 在谈判桌上 可能会提出一些要求 甚至在所谓的加诈走廊 如果能够跟拜登来 搭乘某种协议 或许纳坦雅胡在访美期间 可能会做出相对的声明 来协助拜登 但同时纳坦雅胡 可能也会操作 他跟共和党之间的友好关系 所以在美国的大选的 这个考量之下 纳坦雅胡这次访问美国 其实他一边是来 要求拜登政府给予支持 但是另外一方 其实某种程度也投下了 对于美国大选 会不会造成影响的 一个外部的变数 直接的来到了华府 这考验的拜登 还有川普的团队了 而荷兰的新总理 是库夫他带领的是新内阁成员 向国王来宣誓就职 首度是由一个极右派主导的联合政府当中 来出任的 那么37岁的新任国防部长 还曾经提出动议 说呼吁荷兰政府要联合欧盟 来共同维护台海的现状 这可以解读为 对台湾算是友善 而且以目前泰式期 欧洲各国纷纷都往极右派来靠拢 对台湾来说 又该如何分析 我们确实看到欧洲各国 说往极右派来走 那当然荷兰的新的总理 其实荷兰的新总理 他是一个妥协下的产物 现在的新总理正式上台的史科夫 事实上不是原来的 也不是最大的 这个荷兰最大的极右派的领导人 荷兰最大极右派的领导人 在妥协之后 他非常了解的是荷兰的民众 可能对于整个极右派 完全走向一个极右的路线 由最大的极右派的保守政党 来担任总理 可能会有疑虑 所以在几经协调之后 才推出了前荷兰的情报局的局长 来担任荷兰的新的总理 那这样的一个安排 某种程度 当然是反映了荷兰内部 可能虽然是它是极右派的联盟 但是某种程度也做了一些妥协 至于说接下来荷兰的政情 会怎么样的发展 整个往右派移动 很显然的是一个大的趋势 但是在很多的议题上面 或许还有一些温和 或者是调整的路线 但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荷兰的新的政府 对于移民的政策 现在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会采取非常强悍的移民法规 基本上就是看到了 整个欧洲受到很多的国家 深受移民之苦 我们知道移民非法移民 或者是有大量的移民 从其他的地方来到欧洲的国家 它会造成当地的经济社会 甚至是治安的问题 荷兰因为看到欧盟国家 遭遇到这样的状况 所以它在国内 尤其是右派的政党 一直都在强调 荷兰必须要坚守它的国界 要避免所谓的大量的移民涌入 那么我们看到新的内阁当中 其实亮点 尤其对于台湾来说 可能非常关注的 就是这位年轻的37岁 本来是国会议员现在被指派 作为国防部长的 这位内阁的成员 他确实在过去 也多次跟台湾之间有一些交集 在过去也一直都强调 台湾必须要继续支持台湾 而荷兰跟台湾的贸易关系 让这位年轻的国会议员 在过去就多次的发文 要力挺台湾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了解的是 荷兰的极右派的政党 他在未来的整个在欧盟当中的运作 可能会跟欧盟的整体的路线 出现一些不同不同之处 我们刚刚提到的 像是移民的法规问题 像是未来的可能在农业的政策上面 可能都不会跟欧盟完全的同调 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也可以去推测 荷兰将来在国家利益的考量上 尤其是右派特别强调的是 先顾好国家利益 在国家利益的考量上 会不会跟着所谓的反中或者是抗中的情绪 不断的比较用激进的方式 或比较强硬的方式来面对中国 还是说会用外交斡旋的方式 来跟中国达成某种的协议 因此我们说 如果我们看到荷兰的整体的政局 是极右派来掌权 虽然有比较非常力挺台湾的内阁成员 但是这是不是代表的整个荷兰未来就会全力的 就站在台湾这边 而采取也是一样比较强硬的抗中的立场 我们可以预测的是 整个右派我们强调的是 右派的政党通常强调的是国家的利益 荷兰的国家利益是不是也一样 是所谓的抗拒中国 或者是跟中国完全的进行脱钩 这是不是符合荷兰的国家利益 或许是我们来研判荷兰的新政府 会朝哪里走的关键 还有另外要观察的是 环太平洋的军演 现在还在举行 那么美国的智库太平洋论坛执行长 接受访问时就说 其实这场军演对台湾有两点是有利的 因为这表示台湾如果有状况 美国跟盟友都可以有准备 那么第二点是 他们也向北京来发出威吓 听起来好像蛮乐观的 但是教授您又如何来解读呢 说完主播讲的没有错 确实听起来是很乐观 但是我们总是听到乐观的消息的时候 稍微都要稍微谨慎一点 再谨慎一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确实环太平洋军演 他确实有提到 刚刚的智库的这个负责人 特别讲到的 确实有助于整个印太地区的盟友 更加的了解时事 甚至是更加的了解 如果真正的发生了战争 究竟应该要占据各就各位 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确实有这种练兵的这种想法 但是我们说 所有的好康 或者是所有的有利之处 可能都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 也就是说 所谓的相对 是指如果说 大家在进行军演之后 真的觉得 盟友之间的团结力量 绝对是可以造成 大家在成本控管 是可以控制的范围 可以接受的范围 同时也真的产生了信心 觉得只要跟盟友在一起 就有办法能够达成 所谓的威吓效果 如果说这样的一个 环太平洋军演 让盟友都有同感的话 或许刚刚所谓的 智库的说法就可以成立 也就是乐观的期待 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我们知道 有的时候军事演习 或者是任何的演练 它其实都会出现两种可能 乐观的部分 是成功的军事演练 让大家更有信心 但是另外一个面向 更务实的面向是 在军事演习的目的当中 有一个部分就是找到问题 或者是计算成本 如果军事演习 在环太平洋军演 让盟友觉得 确实有机会来发挥 嚇阻效力 可是成本非常的高 就如同我们之前 所听到的 所谓的美国的智库 去进行了非常多的 所谓的两岸战事的军演 那基本上所有的军演的 兵棋推演 它的结果都是 美国或者是西方国联盟的 必须要投入非常大的成本 那这样的一个成本 升高的情况之下 会不会因此 透过这样的模拟 就让各个盟国 重新来盘算 他们到底应该 要扮演什么角色 回到现实的军事演习 也是同样的道理 如果环太军演 乐观的期待 认为环太军演 所有的盟国 进入了军演之后 得到的结果是 我们只要团结 就会必胜 这样的乐观结果 就会达到 我们刚刚说的 相对性的乐观 可是如果在军演之后 大家觉得成本 是非常高的 或者其实各国会觉得 或许在这个时候 真的不需要 来把整个局势 变得非常的紧张 各国就会回过头来 去思考 有没有其他的 除了军事之外的 斡旋方式 这个是在军事演习 所谓的乐观期待之余 可能更现实的考量 当然从台湾的角度 我们也必须说 因为台湾没有被纳入到 环太军演的 真实操练的伙伴当中 某种程度 其实台湾还有 还有更多的 这个合作的空间 还要再努力去斡旋 毕竟 如果是其他的盟国 在进行演练 然后告诉台湾 或者是来 这个提醒台湾 要怎么做 事实上对于台湾来说 没有真实的参与 其实还是某种程度 有一些资讯的落差 未来怎么样能够真的 获得台湾所需要的资讯 尤其是这一场 所谓的军事演习 它很显然的是在考虑 台海的紧张的情况 究竟如何因应 首当其中的台湾 当然应该要被纳入 当然应该要被加入 分享讯息 未来可能台湾在 加入台湾所谓的环太军演 或者未来在讯息的互通有无上 可能也需要更多的机会 当然也需要其他的 这个联盟的国家 多多思考 为台湾来思考 而不是仅仅 从各国的角度 当然这是非常理想 当然我们也只能期待 一切朝向和平的方向 而不是只看到 军事演习跟军事演练 好听得出来 应该还是要自立自强了 那么今天的议题 其实看得出 美国还是牵动国际态势 而关键的美国大选 现在很焦虑 也很值得关注 我们会持续掌握 也感谢老师今天的分析 谢谢 而且只要带大家关注的是 环太军演的现场了 因为今天透过镜头 又带大家登上 日本两栖运输舰 国东号 而且要来体验一下 飞行甲板的升降梯 带你一同大开眼界 有来参加军演的 日本的军舰 大雨级的运输舰 Kunisaki 它是国东号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知道它的飞行甲板 它真的是相当的 但我们可以看到 光是这个船舰 它的其实整个舰长 就178公尺 另外它的舰框 也是有大概26公尺 然后另外它的排水动位 也是超过9000吨 发言旺旭很壮观 这两栖运输舰 最多能搭载8架 UH-60J或SH-60J直升机 第一边在丹尼实际体验的 就是日本军舰 国东号的飞行甲板 所用的升降梯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逐渐往下 就前往到底下的船库 还有机库的这个位置 可以看到 这个升降甲板 用来的是来搭载 这个直升机 直接到飞行甲板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位置 它其实下去真的是相当的快速 它其实上下 只要花了30秒 就可以把底下 所需要带上的装备 都可以往飞行甲板上面来送 底下机库同样宽敞 能装载18辆90式战车 既然是两栖运输舰 自然不能少了两栖 作战用的气垫船 我们在的是日本自卫队的 气垫船上面 可以看到它的空间 相当的宽敞 它能够搭载是203名的人员 而且它的航速是可以达到50节 气垫船长28公尺 约15公尺宽 国东号能放下两艘 国东舰今年3月 才跟美军陆战队 执行铁拳2024联合巡演 除了两栖登陆演习 国东舰更多次参与灾害救难行动 环台至今办了29届 日本这次是第23次参加 除了曾经合作 也对外宣誓强化 每日同盟 TVB的新闻 红富华刘静婷 下位报道 南韩的人口危机日益的严重 2023年 每位妇女平均生育数值剩下0.72 南韩总统尹席院 日前就宣布 全国已经进入到人口的紧急状态了 7月1号成立人口战略企划部 由副总理来兼任部长 评估各个部会 以及地方政府的人口政策 针对低出生率 高龄化等等方面来进行规划 南韩现在不婚的人口 逐渐也增多 现在不少的企业 引进的是不婚福利制度 结婚和不结婚的员工 都能够领到历经 南韩最近一个 针对结婚意愿的调查显示 25到49岁的未婚男女 2000多人当中 有39.1%的人回答 没有想过结婚 以后也不想结婚 不婚人口增加显而易见 结婚不能够认识 认为不婚计划部 比婚 축하金和 复制制度 必要的声音 南韩SK证券 NH投资证券 和KP证券等金融企业 很早就引进 不婚里金制度 现在金融公共机关 IBK企业银行工会 也计划加入这个行列 向资方要求 不婚里金 从私人企业到公家机关 不婚福利制度 正在扩散 但南韩年薪族群的反应 各不相同 反对人认为 企业本应带头解决 低出生率问题 这样反而会助长 不婚现象 反对人说的没错 南韩的低结婚率 和低生育率趋势 已经成为国家危机 为提振生育率 南韩总统影席月日前宣布 成立人口战略企划部 制定中长期人口策略 提出实现工作和家庭兼顾 减轻养育压力 和解决住房问题 等三大重点任务 只是南韩的低生育率问题 恐怕不是政府端出利多政策 就能解决 南韩国策研究机关 近期报告中点出 想解决低生育率问题 必须先促使男女交往成功 日本海关近期加强选查 入境旅客所携带的黄金 还有金饰品的价值 早请联系记者曹教人 国际金价走扬 日币贬值 日本提高消费税等状况 导致犯罪集团又开始企图走私黄金 入境日本贩售牟利 日本很乖因此 对入境旅客攜带的金饰品 更加严格执行审查 日方规定攜带纯度超过90%的黄金 超过一公斤 就会被认定属于进出口行为 必须向海关申报 更需要注意的是 一般旅客身上所穿戴的金饰品 如果超过20万日元 应该填写携带物品的申报表 台日关系协会秘书长表示 如果没有填写经过查验 他认定你随身携带的物品 包含金饰品金额超过20万日元 那可能会先以未经申报而被追查 而超过的物品也可能遭到没收 提醒民众到日本 尽量不要携带贵重的珠宝或是金饰品 以免入境日本时被海关盘查 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詹书涵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